欢迎回到绿色档,我是DK 今天要讲一个超级经济 无论从任何观点出发都会被骂 所以从来没有YouTuber敢讲的 郑南龙事件 为了找这一举的资讯 我参考了大量过往资料 各种对她的负面评价的看法 也去看了郑南龙展览 自由文理 访问了郑南龙基金会的执行长Luna 研究员王嫂军 郑南龙女儿郑珠妹 还有活动专员家案的协助 最后得到了我个人的主观看法 不同的生命历程 当然看法也就各不相同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把郑南龙造神 我想也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要从他的想法 还有时代的脉络 去梳理出答案 试着去理解他的故事 那我就开始讲了 郑南龙他出生于1947年的9月12日 那一年正式爆发了228事件 是非常动荡不安的年代 同时对他的身份认同 产生了极大的困扰 不过郑南龙在复杂的神迹情节中 最后还是找到了答案 他认为自己是外省第二代 更是第一代的台湾人 所以对于生长在台湾这块土地 郑南龙投入了很深厚的感情 他将很多的思绪都写在资料卡上 那么就在他的笔记中 找到了这样的文字 这里不是一条船 这里是一块固定在地球上的土地 言侠之意就是说 台湾不只是一艘拿来反攻中国的战舰 而是必须生根的土地 以活在全世界的心情 活在台湾 郑南龙就学时期都是学霸 以第一名成绩考进宜然初中 而后就读建国中学 考上成功大学工学院 但是他发现他不是成为理工男的料子 自己对哲学思想更有兴趣 随后又重考考上了辅人大学哲学系 这时候认识了日后的太太叶居然 第二年又转学 考进了台大哲学系 没想到念到大三的时候 进南一夜 只因为聚修国父思想这堂课 这堂课基本上 你只要人出现就会拿到学分 但是这男人就是很叛逆 他宁愿放弃台大的毕业证书 也不要屈就一堂课思想 这种叛逆也反映在他的感情生活上 当时的社会封闭 叶居然是客家人 这男人因此就不被叶家的长辈所接受 1972年2月 两个人竟然不顾长辈的反对 跑到台北公正结婚 优质浪漫 然后最后来讲到他就业以后 他做过很多的工作 例如外销业务 贸易业务 之后就跟朋友创业 先后卖过太阳能热水器 闭口热喉糖 礼品书卡 睫毛生长翼 但是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1980年代 那时候经济起飞 可是政治上确实非常不自由 造成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 更发生了重大事件 例如1978年 美国与中共建交 彻底放弃了中华民国 1979年美丽岛事件 1980年林宅邪案 1981年陈文成悬案 可是两大包对于各种事件 都没办法如实呈现 郑南龙想说 干脆我自己来写 于是就开始帮党外杂志写文章 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揭露社会不敢说的真相 那既然都写文章 不如我自己来办杂志 所以1984年 郑南龙创办了自由时代杂志 他曾经说 办杂志是时间信仰最适当的方式 这个信仰大家注意是一个信仰 就是争取100%言论自由 这样的信仰也是印在每一期的杂志后面 各位 那个时候办杂志是非常不容易的 1950年代开始 政府为了钳制人民思想 维护政权稳定 于是就颁布了出版法 台湾省戒严时期 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透过出版管制来控制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再次强调 我们的郑南龙就是有一颗叛逆的灵魂 政府警告我们 不可以写当局不爱听的文章 否则会热麻烦 他偏偏就弄了一个台湾史上发行最久的党外杂志 自由时代走开 总共5年8个月出版300年而起 他不断的被查证 从来没有听刊 可以见得郑南龙不只是性格排宁 这么简单而已 而是由缜密的计划去突破 政府对新闻的控制 各位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 那个时候发行杂志需要出版失业登记证 因此所有杂志都被当局牢牢掌握 你只要写了政府的坏话 当局立刻查证没收 一被查证就要停刊整整一年 所以很多党外杂志是很短命的 为了冲撞新闻自由的体制 郑南龙一口气申请18张登记证 那个被停刊又换了一张登记证 搞定查证还要面临杂志没收的情形 当记者把稿子写好以后 稿子会送去打字行打字 警总就在打字行准备给你没收 要是过了打字行这一关 还要送去美工制作 那第三关就是字版 等到印刷厂整批印好以后 又可能会面临查扣 于是郑南龙为了降低在外面制作的风险 就直接在杂志社里面设立了打字行 冲洗影片的暗房 还有美工部 最后再送去多家的字版所 让警总扑空 等到杂志印出来以后 郑南龙在以货车卖菜车 卖菜车上面还盖着高丽菜 甚至还有旧物车 零车来运送自由时代周刊 把声音传递出去 他就是用种种的方式 一举攻破了政府的限制 那很多人看了自由时代周刊 就是偷偷买偷偷看 秘密的传递 秘密的讨论这一期的内容 说到内容 自由时代到底是在讲什么 主要是有四大主题 第一 报道蒋家宫廷秘姓 因为政府当时是掌握在蒋家手中 所以郑南龙非常关系蒋经国的身体状况 第二 揭露军方弊案 例如我们曾经在会员影片中提到的三七事件 主流媒体都不敢报 就算有报 也是千田点水 然而自由时代1767的报道 甚至讲的比我还居心密 第三 呼吁释放政治犯解除戒业 第四 专门爆料主流媒体不敢说的事件 很多人以为自由时代周刊 只是在讲政治观点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他们也很敢讲出当代的社会案件 比如说我们曾经讲过史上最荒谬的 红原诈骗事件 由于袭京规模太大 爆出来政府担心会造成社会动荡 可是郑南龙主导的杂志还是敢报 那有一个年轻的记者 他因为写了红原案就遭到电话来电恐吓 郑南龙横挺记者 他说如果你的报道写到人家要吓你 表示这篇报道是超成功的 如果报道的是事实 就不要害怕 为了挺自驾的记者 作为总编辑 他给记者的出差旅费是没有上限的 这让两大报的记者都感到非常羡慕 而且每一期的自由时代 都一定会印上这几个字 本刊的文字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 一律由总编辑郑南龙负责 一肩扛下所有的炮火 这就是自由时代周刊 才能大声讲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不过要突破体制禁忌 光是发行杂志 这种力道还不够 所以在1986年 郑南龙发起了反见运动 519绿色行动 抗议政府长达37年 剥夺人民自由的戒严令 想当然站在政府的立场 你这个叛逆的郑南龙 你办了无法查见的杂志 又更进阶去搞社会运动 我不顶你才奇怪吧 所以他被彻底视为眼中顶 就在1986年6月2号早上 郑南龙被叫到派出所 之后以违反选拔法的理由 被收到在土城看守所 非常突然又不讲道理 没有审判就直接入狱 坐牢的时候 他没有停止思考 怎么让台湾变得更好这件事情 这个叛逆大叔将很多的想法 写在笔记上面 比如 我们是小国小民 但我们是好国好人 台湾成为自由国度的契机 在莫名被关了8个月以后 当局才说 没事 你没有罪 你可以回家了 于是1987年1月 郑南龙无罪出狱 刚出狱 妻子夜居然很高兴啊 好心声终于可以回家了 结果 郑南龙一回家 第一件事就说 今年是228事件满40周年 你们在干嘛 怎么都没有动作 他立刻就召集朋友来抽抽228行动 那个时代 谈论228是竞技中国竞技 更何况他竟然想要举办大游戏 根本是疯了 然后前面讲了那么多 你大概也知道他的个性 这个叛逆大叔根本就没有在怕 22811对郑南龙来说 是威权独裁者 对台湾土地人民造成极大伤害 导致经过40年 都没有人敢提起 学校教育也不可能说这件事情 家属更不可能说他们伤痛 所以他才觉得要做这样的游行 换起台湾人 参加公共事务的意识 并且不再恐惧 让当年的伤口慢慢的愈合 于是1987年出现了 全台第一个二二把的纪念行动 接着智南龙再继续主导 各种社会的运动 现在看来 这个带眼镜的叛逆大叔 其实是个计划控 尝试用各种和平的行动 有阶段的在改造那个封闭的社会 先是以杂志 突破言论自由限制 再凝聚人心 举办社会运动 1987年4月18日 在金华国中的一场演讲 郑南龙说了这样的话 我叫做台南庙 我注定台湾独立 他成为首都在公开场合 讲出台湾独立这四个字的人 他很得意就把这段录音录起来 隔天在杂志册很高兴的重复播放 然后抽着烟来回多步 顺带一提 郑南龙是老燕枪 很多历史照片都会看到他焉不离手 再来要讲很敏感的议题 你谈郑南龙就不可能 避而不谈台湾独立这四个字 我并不想因为做了这一集 就被定位成任何形象 但是就是要讲他的故事 却故意不提到台独主张 那根本就是在羞辱郑南龙 所以在这边特别解释 很多人听到台湾独立 马上就产生反感 其实有这么多的政治路线 台独或是统一也是其中的一种 当中只有价值观的选择 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而郑南龙他的想法是 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开放 和平的独立国家 我们可以在台湾创造一个 富饶繁荣的局面 因此我们一定要动员自己的力量 内政主权外政国格 并且与中国和解 取得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 这才是解决台湾前途问题的根本之道 也就是说他认为台湾独立 是让人民生活的更好方法 是他坚信的政治主张 2023年现在 你要说统、你要说赌、你要说维持现状都可以 但是我们拉回来 在那个树木的时代 你讲出台独就等于是分裂国土 因为我们的宪法就是包含了中国 秋海棠 所以这个政治主张完全是触犯法律 是叛乱分子在讲的 直到1987年7月15日 台湾终于解研 可是到现在很多人都还是不知道 解研以后 并不是全面的民主化 政府以国安法取代了解研印 同样继续限制言论自由 左手解研 右手国安法 除了国安法 加上原有的动员勘乱时期 还有惩治叛乱条例 勘乱时期减速匪迭条例 未修正的刑法100条 重点就是 只要惩治叛乱条例还在 谁主张台湾独立 谁就犯了内乱罪 要受到唯一死刑的惩处 就算逃过死刑 牢狱自灾 也是免不了的 最好的例子 就出现在解研一个月后而已 就两个人 蔡友权许曹的 因为主张台独 遭到了逮捕 分别被看11年10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接下来倒霉的 就轮到政府的眼中钉 郑安荣了 12月10日 自由时代刊出 许世凯博士的 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等于是台独的蓝图 一刊出 马上就触动了政府敏感的神经 一个月后 1989年1月21日 郑安荣收到高检处 涉嫌判论的船票 大家记得我之前讲的吗 他先前无缘无故被关了8个月 有了之前未审相关的案例 想当然 郑安荣认为 他骂得到公平的审判 于是收到船票以后 他拒绝出庭 并且公开宣布 政府抓不到我的人 只能抓到我的尸体 随后开始进行 在杂志社 昌塔71天的自求行动 郑安荣说 高检处以涉嫌叛乱传唤我 不仅是对我极大迫害 也显示出公权力的滥用 我不是用暴力方式表达政治观点 怎么会用叛乱来扮我呢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抵抗 让台湾人民了解 破坏异议分子 人民是有权抵抗的 随后郑安荣将杂志社 用铁丝网围起来 不让警方可以顺利逮捕他 并且在他的办公桌下 放置了汽油 他的行动已经很明显的说明 只要政府对他进行逮捕 他就要展开 对自己做出不好的事情 所有认识他的朋友 全部都跑过来劝他 郑安荣虽然在演讲的时候 总是高抗激昂 但字底下他的话很少 他也不多说什么 就像那些劝他的朋友 默默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 韩国学生运动史 他说你们就只要看这本书就好 这本书就会了解我的想法 而这本书里面写到 一名年轻的劳工以火点亮他的身体 因此唤起韩国劳工意志的觉醒 这就是郑安荣的杂志社位于三楼 其实警方只要在这里 包含公寓的四楼都布满了警力 1989年4月7号上午7点 他还在跟许志凯教授通电话 之后电话线全部切断 早上9点警方攻坚抓人了 郑安荣对杂志社其他人大喊 你们快点逃 你们通通逃出去 这里交给我 然后他把自己反锁在总编辑室 点燃了自己 不到三分钟内 他就离开了世界 郑安荣的家人非常难过 尤其是太太叶菊兰 在事发之前 他知道自己说不通那个叛逆又固执的丈夫 至少跟女儿常常处在杂志社 他说 那一天杂志社结稿 很多人都在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人意志够坚定的话 是谁都没办法改变 叶菊人在他行动之前就问了郑安荣 那我跟女儿朱美要怎么办 他回答说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了 那是一种很严厉的诀别 他知道这个男人明明很爱家庭 却选择这个行动 这件事情困扰自己跟女儿郑朱美 非常久的时间 甚至我访问郑朱美的时候 我也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他可以抛下家庭 抛下这个欺慕 走上这条路 但是现在想想 我这个问题问你也太残酷 直到我现在做这一集的现在 我仍然很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不过后来我找到答案 你可以在郑安荣基金会的网站 就有写到叶菊兰女士的心路历程 她说事发十年后 她抱着女儿说 爸爸为了她的理想 其实把我们放弃了 但我希望我们要共同原谅爸爸 我非常爱郑安荣 我更尊敬她 因为她爱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太太 她爱的是台湾这块土地的 1900万的人民 女儿郑朱美 后来也理解了爸爸的行动 她说 我一直听说身边的人 告诉我说我父亲是很爱我的 那为什么她选择离开 后来我才渐渐懂了 她希望每个人都自由 希望下一代也自由 这里这哪种的形象是 带着朱美看小叮当 吃糖果 然后一起看很多小说漫画 因为她要去寻很多党外杂志 她在报摊上 讨给高官 男人只要去寻完报摊 然后回到家里 就是给朱美买小叮当 买漫画 其实还有她这个家庭的渊源 郑安荣绝对不是为了恨 而做这件事情 当时有她爱的太太 爱的家人 爱的事业 你怎么会舍得做那些事情 因为她更爱台湾 更爱这个 所以也为她爱的家人 做这件事情 你看这些照片 我只是要告诉你 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赞燃荣基金会有 跟国家人权博物馆合作建制了一个 赞燃荣基金会纪念馆线上3D数位导览空间的网站 里面就是3D的方式呈现现在纪念馆的空间 有行的东西其实都会消失 记忆跟历史的工作其实都在感速度 那大家就可以现在收听跟着这些语音导览 认识纪念馆的过去跟现在 以及我们未来的展望 另外一边是主题区 这是一条台湾山市 常常看得到的边缓行龙 那么要解读 赞燃荣人生最后的行为 每个人掌握的讯息都不相同 也许不会有共同的答案 在她以生命作为代价 贯彻信念震撼社会以后 无论你对她是包式匾 她都成为我们台湾共同记忆的一个面箱了